祝愿你一路发发发 发的你钞票一塌塌 拿的是大高大 做的是奔驰宝马 进的是酒家 喝的是娃哈哈 身边的小牛哥哥十七八 以后每天都笑哈哈 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复研究局 我是没有大厂公牌的二号研究员 眼瞅人年末呀 大厂财云风云 在互联网圈没有规律的蔓延 在宇宙的尽头是考工这样标题的围攻下 在某个不具名的碟子社区 晒公牌的越来越少 卖公牌的似乎变得越来越多 在公牌以外的另一张卡 频频成为舆论的主角 会员卡又涨价 入职期间会员卡赔偿 已经从赤裸的段子变成现实 甚至什么时间晒公牌 也正在成为该社区 蒸蒸日上的流量的险学 没过适用期的啊别晒 上一代被裁员的人呢 只能帮你到这了 别问 问就是你想体验 非一般打脸的快感吗 在某宝上大厂公牌 从一百多亿张 一路下跌到几块钱 从一张公牌 让丈母娘倒贴30万 到朋友你买公牌吗 生活未查 开始对大厂公牌下手 今天欢迎大家走进 我觉得年末特别放映之 2021年大厂公牌风云 遥想今年4月啊 作为互联网圈的新进网红 大厂公牌 一个塑料壳套 在互联网圈走红了 即使是上了号称可以溯源的区块链 你也很难溯源一张公牌 让丈母娘倒贴30万 到底是大厂公牌商家的阴谋 还是小撮大厂人炫耀的阳谋 甚至这条没法求证的段子啊 版本迭代的速度 比一个摸鱼的程序员 更新代码的速度还要快 进阶版本如下 一个小伙 将大厂公牌插进了ATM机里 一顿操作之后 就从ATM机里取了1万元 有大厂公牌 谁还能看得见爱马仕 在一位关于 字节前员工的采访中 30万的段子 开始被勾勒出了真实的轮廓 代员工略显凡尔赛的语气 似乎为狂欢加码了一层 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如果鲁迅先生在天有灵啊 在五月的后厂村 一定会写出这样的动人字句 有两个打工人在商场待工牌 一个是大厂的 另一个也是大厂的 哎 你的娘子还真是个天才 彼时镇监广大韭菜们的 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 还没来得及发布 仍沉浸在虚假的蒸蒸相容里 为工牌出圈 添砖加瓦 那时候啊 蓝色带子飘在 互联网圈的各个角落 工牌成了大厂人的潮牌 带上工牌的大厂人 就像是脚踏连鞋的 网络软件变成了 穿着AJ的西海岸 绕石和奥米 穿着海岸之家的 房地产中介 变成了Pitch阿玛尼 西装的华尔街之狼 狂欢的人们不在乎 这些颜色是有层级的 在百度啊 正式员工拥有白色工牌 而外包员工 则使用红色工牌 腾讯正式员工的 工牌袋子 颜色为蓝色 外包员工则是绿色 甚至在大厂工牌制 相亲风云的聚集里 一张工牌 也可以四两拨千金 让诺贝尔奖和哈佛证书 都选色半潮 在婚姻大事上 程序员们掏出工牌 似乎就能完美地 解决婚恋问题 那些年遇到喜欢的人 不敢搭的善 没敢要的微信 父母在心情面前 抬不起的头 没有光宗耀祖 都在没有工牌 这一终极内卷里 找到了答案 甚至有人煞耀介事 的写起了小作文 五一一同学聚会 我见到多年未见的初恋 聚会时 他多次假装不经意间 向我偷看的小动作 被捕捉到了 正当我一筹莫然之际 他开口了 你胸前发指淡淡金光的工牌 是哪个公司的 我说 字条 你没有听过吗 那一刻 我总算回过头来 我的爱情 死在那年夏天 年轻人把相机内卷 到了工牌上 背后的谄媚 最终直向的 还是门当户对的旧思维 大厂之大 不仅是工牌之大 也是工资之大 一张大厂工牌 意味着起码 中卫线以上的年薪 根据互联网人 薪资报告的数据 人员招聘薪资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6月份工牌的命运 在社区平台的 不断助推下 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某社区看着了 不先事大的 发起了一个 最强工牌小作文大赛 点赞最多的 来自于百度系的员工帖子 带结工牌的 都是我爹 看着他为点赞 拼命的样子 众多网友感到心疼 自愧服务的留下评论 复刻第一锅 轰棚大笑 一时间啊 大厂工牌 烈火烹油 鲜花灼紧 伴随着7月 动了全员平均涨薪两个月 带你高薪入大厂 大厂offer 收割机等等新的商机 开始成了一部分人的财富密码 人们争先恐后往某一墙里挤 三四万的 进大厂的课程价格 让你很难分得清 是真割韭菜 还是韭菜真好割 浩浩噪噪噪的大厂 工牌之段子风源 在2021年下半年 开始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留给历史一些真真假假 让人分不清是凡尔赛 还是酸宁门的时代眼泪 其实啊 放在更大的历史时间轴里 大厂工牌 在自己最荣光的时刻 或许真的有 让人一夜暴富的能力 在大厂待了七年的泥书 曾写到啊 在2015到16年 整个互联网资本泡沫 生生之顶峰时 你只要亮出一张 互联网大厂的工牌 或许就可以换了一笔 不菲的融资 初任CEO走上人生巅峰 伴随着反垄断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明令禁止大数据杀手 大厂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现实中年轻人 正在从大厂梦里逃离 8月某四字公司女员工 被侵犯的新闻破除了 人们对围墙内世界的想象 职场新侵犯 成为了当月风靡 互联网圈的讨论话题 四个月后 以裁员文明的奇异果 快速发布了全员信 声称要抵制职场潜规则 把大厂之间患难之后 相互拉采的风气 展现的是理理尽致 在互联网的各个社区脚子里 最强工牌的小多儿 早已经落满尘埃 配上一曲汪峰老师的 《没有人在乎》 他就是这条街上 落回最多的载 大厂公牌迎来了 自己出道以来 首个关注度惨淡的一个月 按照当月微信指数的搜索数据 用断牙式下滑 这样的形容词 丝毫不显得夸张 百度亏损 快手背锅 开始占领科技新闻的头条 大厂的故事不好讲 或者说听故事的人都不好骗了 11月腾讯的黎明计划 在一片围剿声中走进了黑暗 跳动新人CEO开始宣布 公司进行大调整 很多公司内不同部门 会做同样的事情 合并同类项后裁员也无可厚非 去大厂化 开始成为了一部分自媒体创作的母题 作为依托大厂光魂存在的大厂公牌 也开始随着大厂的衰落 易容俱容于损损损损 随着各个大厂第三季度财报的陆续发布 最值钱的十一家公司 在一周内 市值总共蒸发了850亿美元 撕开了人们对大厂最后的幻想 伴随着大厂裁员潮的到来 令我们开始苦口婆心的告诉求职者 年底之前找工作最好 别去大厂 人们年中晒的工牌又在年底 纷纷被还了回去 面试时说改变世界 建设火星的大厂人写了几周周报之后 发现自己只能留给火星 一个落寞的身影 某公司宣布要给80岁的员工 发荣誉工牌这样的帖子 被漫天的裁员新闻快速淹没了 人们更关心的是哪个部门又裁了 以及到底能赔多少钱 工牌不就是现代销铐吗 有人在5月份流行的爆款文章 为什么同学一进大厂 就天天在朋友圈晒工牌 那下面发出了天文 心有其切的大厂人和前大厂人 似乎除了点个赞以外 也只能发出一声苦笑 他们开始在另一篇 我 互联网人 相亲赛道弱势群体里 成为了被嫌弃的对象 故事的开头 平平无奇 妈妈满脸自豪地给围观的人 展现自己手机里的儿子 互联网的 收入高 姑娘婚后全职带孩子都行 旁边的大爷不屑地甩来一句 汗落不保收 正在多有啥用 在相亲这个拥挤的赛道上 大厂和互联网人似乎正在 从鄙视链的上游光速下滑 一代以无数英雄 静折腰的公牌 就此落幕 它下降的速度之快 让人恍惚觉得 上两个月创下同时900多人在线 30多万人浏览的大厂 而相亲文档 好像真的只是一小撮人 内部的自嗨而已 离职的那一刻 公牌失效 门禁取消 熟悉到不用调动记忆 就能输出的密码 再也登不上单位的内网 大厂人才会从大厂 光鲜的幻觉中苏醒 工厂系统需要的 只是人的一部分 他们和其他螺丝钉 看起来 好像也没啥太大差别 潮水过去 另一部分声音 才开始被打捞出来 要不是进出楼 保安严查公牌 每从楼都有无数门禁 去趟厕所都要刷S卡 才能出门 回宫位要刷三次卡 先三到门 谁会带着公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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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